他現在在玩的文字遊戲 其實是最下面那一段 他說為什麼沒有違憲的問題 因為憲法徵修條文的第二條裡面 並沒有講說要踩幾輪投票 所以我現在只要改選罷法 我不用一次 我可以變成兩次 就沒有違憲的問題 他在玩這一個 三組選舉 有沒有一個人叫做得票最多之一組 第一輪投票有沒有 得票最多之一組 有沒有 有沒有 張公民解釋完 張公民解釋完 三組選 我就說2024年選舉 有沒有得票最多之一組 有沒有 有馬賴清德嘛 就回當選嘛 對不對 就回當選嘛 那我們就來講得票最多之一組 為什麼會設計兩輪 好 來得票最多之一組 我們再來聽歐曉玲怎麼說 他的解讀是什麼 他說由於憲法徵修條文的第二條 第一項並沒有嚴明 並沒有明定 總統副總統的選舉 應該才幾輪投票 只有規定得票最多之一組 就是你剛剛講的文字嘛 他說當時只有規定 得票最多之一組為當選 由此可知啊 他是什麼說 將我國現行的總統 副總統選舉八免法 第六十三條修正為 二輪投票制 不但沒有違反憲法徵修條文 反而還原了 而且貼近行憲前期的原貌 為什麼要有徵修條文第二條 就是告訴你說我現在要改成全民直選嘛 那他一定會講美國是不是也是一樣呢 問題是美國那個 選舉人質 對選舉人質是因為他要經過全民直選之後 我這個州如果是選川普或拜登誰比較多的話 你只能依照選民意志去投那張票嘛 同意票嘛 所以那個又不一樣 其實美國也有這種情況 有可能當選人他並不是絕對多數 贏了普選輸了大選 對 有這種可能 因為他的州嘛 他是比州的那個票數 所以如果你是算人頭的話 當選的也不見得是最多人體 對 所以美國他們現在也在改變這個 一直在想辦法要改變這個 可是問題是行之多年之後 那種都是特例 所以美國就一直擱著 那你今天翁曉玲看得出來 他講到最後一段的時候 他講說我們的那個憲法 沒有明定總統副總統選舉 英才幾輪投票對不對 所以他現在就是要推動這個說 既然憲法沒有明定的話 所以我現在就把它改過來 改過來二輪制投票 我反過來問一句 我就沒有違反憲法 他的意思是這樣 我反過來問一件事 沒有規定幾輪 但是第一輪投票的時候 有沒有得票最多之一組 有沒有產生這個結果 第一輪就產生了嘛 他就想要改 而且改過來其實是依照 今年2024總統大選你知道嗎 如果是相對多數 如果是多數決 不管是在任何情況 多少人去選的情況之下 都一定會有 有一個最多的嘛 最多的一組 難道第二輪選出來 一定會有個最多的一組嗎 第一輪選出來 不是得票最多的 當然尚義傅你講的 他那個倒數第二段 他講了 他寫過的 然後他以前也參與過 他不會去否認 今天他的癥結點就在於說 以這一次2024年就是 沒有過半數嘛 就是少數的這個總統 就跟2022 2000年一樣 這個我都同意 但是憲法上面就是這樣寫的 所以他才會說 因為這樣的狀況 他希望能夠改過來這種 那就修憲啊 所以我剛才也說 這個要修憲 有共識會比較好啊 對對對 憲平這樣講就合理了 他現在有搞定了 他剛剛在講的 不是那個修憲的門太高嗎 因為哪一個想要修法的 是不是到時候 就想要把他再修回來 台灣就是這種情況 我到時候掌握了 多數的這個席次 我就想把這個法律再修過來 沒錯嘛 所以為什麼總統選舉 你要穩定性的話 你不能只是修法 要變成修憲 所以憲平也站成修憲嘛 問題是翁曉零 提案他就不想修憲啊 你任何一個政黨 掌握多數就會想要把他修回來 他只是繞過去修 選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而已啊 來 米嫻是不是因為修憲門檻太高 鄧小林也知道 應該走修憲這條路 但這條路以目前的 國民黨掌握的票數來看 是不太可能 沒有 要修改總統選舉 選爸爸變成一輪到兩輪 在國民黨內部 也還沒有形成公式來討論 賴斯堡也認為說 費用太高 所以這個到底要不要修法或修憲 當然修憲門檻會比較高 到立法院第一個要三分之二 後來要全民覆決 他有他的修憲門檻 那到底只有修法而已 這有討論的空間說 這個東西到底要不要推動 所以剛才大家說的 選舉的過程中像這個大選 現在變成說要棄保 一開始譬如說三組 現在未來三組 可能多數會變成一個 多數參選會變成一個共識 未來是三組最少 所以這是討論 可能四組五組都不可能 這在討論過程中 要棄侯友宜保柯文哲 還是棄柯文哲保 侯友宜要棄過來棄過去 所以過去就這樣 一輪的話就會變成有這個問題 所以如果進入二輪的話 就比較沒有那個棄保的問題 過去全世界有這個觀念 全世界到目前為止 有84個國家採二輪制 84個 84個國家 那法國也是啊 法國你在第一輪50%以上 幾個國家採二輪制不是重點 老不好啦 如果要修憲或修法 我就只要凝聚公司 第一個修法的過程中 先開空凝聚會 如果大家認為說該修憲 我認為翁小林不會給他抵 就說這個制度到底要不要實施 我再講一下 那兩輪制是不是真的是比較好的制度 對 全世界法國四個國家 大概過半多一點採用 法國第一輪過了50%就當選了 沒有的話就沒有人過半的話 第二輪再投一次 那這個不是說 你不要確保第一名的領先 都一定當選 沒有喔 像我們的友邦 瓜地馬拉 古寧酸總統 第一名的本來是 右派的托瑞斯 贏第二名的阿蕊巴 贏了15%、6% 因為都沒有人過半 進入第二輪之後 你看看 平準 第二名的阿蕊巴 竟然贏了 比60%贏了39% 所以你進入第二輪之後 有那個機制 就說有可能是第二名 後來有可能 逆轉勝 如果有人透露過去 政治學者也來討論 進入第二輪之後 第一個費用是比較高 第二個 有人說進入第二輪 投票率也會下降 相對的有好處 也有他的絕點 剛剛我也特別問到你 因為第二輪可能投票率下降 但你說過半指的 是 投票人數的過半 對不對 投票人數過半 不是投票人口的過半 不是投票數的過半 投票數的過半 還是看那個 好 來 不是我講實話啦 就是說 國民黨現在當然有些人 贊成這一個的 就想盡辦法要找理由說 我推動這個有正當性 比如說去找說 你文字又沒有說是幾輪 我現在只要改兩輪就好 剛剛明顯講說 全世界84個國家 我也接受84個數字嘛 全世界多少國家 100 你硬要去撈一個 就是說人家有採用 來說你看這麼多國 你怎麼不去提 剩下那100多個沒有用的 就我們回到務實面回來看 今天你一開始推的時候 你不覺得就像立法院院長選舉嗎 立法院院長選舉之後 第一輪就說不過半的時候 就進入第二輪 前面最高的那兩個 再進來再比一次嘛 是 可是我們現在談論 叫做食物上面的做法 我再問一件事情嘛 你今天不管你幾輪跑出來 以國民黨現在 我就以現在今年這種狀態來講好了 國民黨在國會是不是多數 你今天一直強調說 我今天讓總統當選人 你要有過半的這樣子 代表你有一個基礎 即使是這樣過來 今天我國民 好我就用一個方式好了 好 賴清德如果他今天民進黨 他今天好啦 我第二輪投票第三輪投票 我還是贏了 可是國會因為沒有改選 所以你國會國民黨還是多數 國民黨會不會因為 這講說 因為經過兩輪了 賴清德過半的民意支持 所以我國民黨也全力支持 你不可能嘛 所以為什麼一定要在這個文字上面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即便是透過兩輪制 也不代表政治會比較穩定 或政策推動會比較順利 你要提法國 法國其實你看到很多國家 他進到二輪的時候 事實上他是有協調 也就是我進入到第二輪的時候 那個對很多有小黨的時候 那我可以跟你協調 因為你可以換我要不要支持你嘛 那個時候協調 我們講好聽一點要協調 講難聽一點要交換 拿什麼交換 聯合內閣 拿聯合內閣交換啦 我給你這個位置 你要不要大家來分你知道嗎 你決定說好 我第二輪投票 所以我來支持你 你是第三名 我任命你當總理 請你支持我 以後政治也未必是個好事 對啊 未必也是個好事 所以我們剛剛討論的是 在法律層次 現在討論的是 那到底兩輪制行不行 是不是真的比較好嘛 對我還是要回到修憲 比較穩定這件事情 就即使 因為兩輪制其實它好不好 大家剛才已經有討論嘛 它會造成所謂的政治不穩定嘛 但是如果總統選制 你把它壓低層次 在所謂的修法這個層次的話 不是 照翁曉林說法是 兩輪制政治比較穩定 所以他是剛剛已經講過了 就不一定比較穩定 因為內閣裡面會有不同政黨的人 在推動政策上會比較順利 內閣裡面會有政策 國會三黨不同主張的人 你內閣內部 我直接講啦 我現在講的是翁曉林的問題 翁曉林跟柯文哲一樣 就還沒有走出悲傷五步去 他就是還在期待藍白河 重點是藍白之間就有很多 翁曉林說太多了吧 翁曉林說你不要跟陳佩琪一樣 還沒翻頁什麼 還在期待藍白河 還沒翻頁啦 翁曉林說你還沒翻頁 還沒翻頁啦 翁曉林怎麼翻頁啦 誰說中華民國憲法是災難的 你們總統好不好 現在說 憲法是穩定 憲法到底不要 我說憲法的改變比較難 你不要陳佩琪上身 所以他相對來講比較穩定 現在如果民進黨又改回來 憲法是災難 以上 中華民國憲法是災難 這句話誰說的 現在說憲法是穩定 你把握過來 把握過去 好啦 我們也不要揉歪啦 我們也不要揉歪 來 兩輪制是不是政治會比較穩定 各有不同的看法 兩輪制當然有些人會覺得耗費社會成本 但是相對於台灣現在的這個狀況 我覺得也不是一個解放啊 因為你對於這個台灣現在社會 已經變成兩極化的這種情形 然後甚至大家沒有一個多數的這樣狀況 以賴清德 還有包括之前蔡英文就有碰到這種情形 後來蔡英文在2020年連任的時候 他的選票就衝到歷史新高 那時候在野黨就至少閉嘴 你票再多 你要去質疑他 等一下 我提充一點去 那個時候在野黨有閉嘴過嗎 在野黨有閉嘴過嗎 你都質疑他做票嘛 那這個是很多的謠言在那邊質疑他 我問你一個問題啦 因為如果實施兩輪制 你以為是兩輪制嗎 不是喔 你以為如果投出來 國民黨戰國會多數 兩輪制選出來民進黨總統 你認為政治會安定嗎 上公你不用去扯這些 你去看法國的就知道 我說政治安不安定 並不是一個總統的問題 大家要的就是總統那一席 那個很重要 就是多數民意的決定 所以你不管說立法委員是怎麼樣 現在立法委員跟這個 總統的就任日期也不一樣 你要不要說到跟二月一號 看守時間那很長 所以你要扯的一樣 現在也是政治有沒有穩定 所以我才跟你講說 要把國會議員跟國家元首要勾勾來看 你看法國的國會議員 會不會因為法國總統馬克宏 他當選的時候不同政黨 他的席子比較少 然後兩輪制度不穩定 如果假設這個修憲才要成的話 如果翁曉靈說我來修憲 那民黨願意支持嗎 還是民黨我少數政府就好 所以大家到底盤算的是什麼 就是要講清楚 你民黨現在確實是少數政府 我同意修憲有政治角力的思考 這都沒有錯 這都沒有錯 修憲一定會有政治思考 如果假設修法就可以 當然比較單純 那如果修法搭配要修憲的話 那修法 你一直說修法 我就問你一句話 我就問你 得票最多之一組當選 第一輪投票有沒有得票最多之一組 你要怎麼推翻這個支持 這可以討論 這變成可以討論 當然你對於四線案 本來就是大把關來討論 我其實很討厭 就是說為了要強調 我今天的這個正當性 所以我就講某一個國家是這樣做 那真的要這樣討論 那看看中華民國的所謂的體制 我們的總統跟內閣的那種體制 跟法國有沒有一樣 如果不一樣就不要講說 你看法國有多棒 法國有多好 你怎麼不講講美國 不講日本 不講德國 不講西班牙 就是我剛剛為什麼一直強調 就是說現在為了要符合 如果今天再要談論這個 這是他第二趴的發文 去看看他第一趴提案的時候怎麼寫 有沒有提到國會 如果國民黨自己都認為說 你今天不可能放棄你自己 立法委員在國會裡面 因為我多數 所以我要監督 國民黨在現在這個階段裡面 搞了多少說 不行 我還要藐視國會 我還要怎樣 你搞了一道理 你都不覺得說 我今天就算他能夠多數 我就放棄我自己 我就尊重你是一個多數民意 那你今天還要來這邊 硬講說什麼 就是因為總統要有正當性 他過半 這是兩個完全不同層次的問題 所以剛剛一副各位問說 如果我今天立法委員選舉 是定了之後 多數黨會不會在這邊講說 即使我今天總統不是我 我也願意宣示 我推動這個法案之後 只要是這個方式 我也願意全力支持總統 因為他過半民意 你也不可能自費武功 所以我覺得不要硬去扯說 我為了要表達 就是說我要支持翁曉霖 所以我就講說 翁曉霖的看法我尊重 為什麼每一個憲法學者 對於憲法的解讀 他說什麼 比較貼近人意 就是說憲法也沒規定 不能兩輪 所以他說沒有違憲 我們尊重 我們都錯了 人家翁曉霖說 我們怎麼可以評論他 不是 人家現在在講總統 不要偷到立委 翁曉霖 不要拚拚他了好不好 因為我們現在的體制 立委現在是超越憲法的 他現在的命題只有在總統 你也幫助你們的議題 已經歪掉了 你也幫助你們的體制裡面 沒調理到他 可以調理到他的立委 等一下 等一下 你拚拚這麼多 你有去看他論文買他的書嗎 沒有 因為我的論述跟他不一樣 他的第一篇發文 我們立馬 我們團隊很厲害 馬上把他第一篇發文就找出來了 好 來 他說 既然民進黨部分委員和綠媒人士 點名本人和國民黨黨團所提出的 強化國會監督法案 說是毀憲亂證 又批評我是沒專業沒學問 面對這些指教本人一笑置之 我的法學素養和學問 輪不到這些人來評投論足 本人的法學著作 博士論文全部上網公開 盡情有興趣找查的讀者 趕緊去買 庫存不多了 只是得花不少錢 你們趕快去買 沒有 我們可以罵 我們至少不是綠媒人士 我們可以批評 而且我們不唸書 還好 這個貼文不必要 貼這個不必要 這有一點一起去爭 FIN Honey Ari 司機